好,我们开始了,我们介绍第七个部分 叫做互联技术 互联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讲什么呢 其实我主要就讲一下这个二层技术 然后还有ADSO的PPOE的配置 其他的两个呢 其实我们首先这个一万七万那些玩意儿 我觉得你现在找都找不到吧 这是很老的技术了 然后呢 WLAN和3G呢,我也没有实际的 因为考试也不考 我这也没有实际的设备 但如果说大家要学WLAN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课 下周一 我就讲 这是华为的FCNA 下周一啊,不是明天 明天是星期天 后天,每天晚上的七点钟 周一到周五 我讲四科融合网络 也就是四科无线CCNA的技术课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下我的四科的融合网络的CCNA的课 基本上要把所有的理论 还有基本的实验都给大家做一遍的 OK 所以说呢,今天那个WLAN和3G我简直说一下 主要是讲二层防火墙技术和ADSO相关的PPOE的技术 好,我们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二层墙 二层墙呢,要说呢,就得说WLAN了 WLAN是干嘛的呢?WLAN就是一个广播域 WLAN决定的一个广播到底能够发送到什么地方去 说白了就这么一个效果 OK 好 默认的所有都是WLAN一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画多个WLAN 主要的任务呢,就是隔离广播域 减少广播风暴 那么当然呢,除了从控制广播的角度上 我们需要WLAN 当然从安全的角度上,当然我们也是需要WLAN的 我们比如说内部员工 一个WLAN,一个网段 然后重要服务器 一个WLAN,一个网段 然后中间我们来在防火墙 来做WLAN间路由 来做区域间防火控制 所以WLAN呢 当然从最原始的角度上来讲 是来做广播域的隔离 广播域的控制 减少广播风暴 但是从安全角度上来讲 是对区域进行有效划分 然后呢,实现在防火墙上做区域间的防火控制 这么一个任务 然后WLAN的真格式 就是所谓经常我们的讲的802EQ的TUG 那么WLANID 那么只有4096 那么很小的数量 这个WLANTUG的话 我相信这个 路由交换能力老师应该也讲过这东西 我顺便再说一个 我觉得我给大家讲的最多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架构 或者说是一些新的技术 现在是这样呢 我觉得WLAN技术可能也玩不了多少年了吧 那个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知道现在最火的 无非就是云计算 VXLAN或者说叫 它的任务呢 就是首先第一个任务就是提供了百万级的WLAN的数量 而且能够更加适合于SDN的软件定义网络的环境 大家感兴趣呢 也可以感兴趣听一下我们前一堂数学中心的2.0的相应的课程 那是数学中心相应的课 VXLAN OK 那么当然呢 我们现在讲的还是传统的WLAN 这是DOTIQ 802EQ的TUG 给上一个相应的WLANID 最多也就只有4000多个 好 然后呢 以太网交换机的端口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正常我们学到的端口类型 无非就是 ACCESS PORT 访问口 就是把这个接口划到ACCESS 然后首先模式是ACCESS 然后呢ACCESS是VLAN级 比如说VLAN3 然后呢这两个交换机就是一个VLAN的就可以通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TUNK 其实这个概念是从10颗引进过来的一个TUNK 这个TUNK里面呢 可以跑多个VLAN的流量 TUNK 还有一个呢是杂核链路 这是华为搞出来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NA级别呢暂时不讲 那这个东西呢我会后面有专门的一个局用安全的一个客手 往华为的 来对他进行介绍 他非常像斯科的如果出去学过斯科的话 他其实有点像斯科的PVLAN 主要还是做二层的隔离用的 比较像斯科的PVLAN的那个解锁 而今天呢 主要要演示一个实验啊就演示的这个TUNK和AXS链路 在USD防火墙上的相应的配置 好 那么这个官方的解释就只有这些了啊 如何画VLAN 如何做VLAN间路由 好 这个第一部分他就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专门设计了一个 比较综合的实验 主要是来介绍 首先在USD上怎么把接口放到的做成二层口 AXS 然后呢怎么把接口做成TUNK 然后呢怎么实现二 怎么把用中Bit4R 基于中的区域的防火墙来做二层的防火控制 二层的防火控制啊 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学到了要三层的防火控制 好 首先呢再介绍VLAN间路由 然后呢再通过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做三层的中间的防火控制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PPT的最后 要介绍ADSO 要讲PPPOE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下防火墙的PPPOE的配置 在路由器的PPPOE的配置 当然路由器是模拟的一个运营商的服务器 然后呢我们的防火墙 那么作为PPPOE的Client Ball上去得到一个地址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PAT 把内部网络PAT到这个地址上来访问互联网 来访问这个 网关路器身后一个黄徽考它模拟的互联网 这是整个一个综合拓火 那么下面呢我来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我们来说一下 其实就是介绍它第一部分 首先呢我们会介绍 当然杂核接口呢 以后我再找机会给大家进行介绍 我们介绍一些基本的 AX的链路 如何把接口 划到微蓝里面去 在防火墙上的做 然后如何把接口作为Tronk 如何做二层中间的防火控制 然后呢再介绍 微蓝间路由 然后如何做 微蓝间的基于重的基于区域的防火控制 最后是PPOE 而当PPOE暂时先别做 我们先做这些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整个实验设计 再而我我把这个图再单 单独化一个 说一下课程收集啊 是这是防火墙 这是交往机 首先 这有两个PC 当然用路由器模拟的 路由器模拟的 好 首先呢 这两个孔 分别是1-0-0 1-0-1 被划到了微蓝 这边被划到了微蓝石 广断是172.16.1.0-24位 然后呢这是点1这是点2 首先演示了这就是要把这个结构就是AXS OK 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二重重啊 然后呢做两个之间的二层防火控制 首先我们想把这个做了 然后再说下面的窗口 再做下面的这个微蓝间的路由的部分 OK 咱们先把这个部分做了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些路由器的IP地址配了吧 当然呢其实都是路由器啊 PC1 然后接口呢 G0-0-0 IP地址是172.16.1.1 呃 然后来个网关 网关呢 我们都做成防火墙的一会儿的 interface微蓝石的IP地址 我做成172.161.10 172.161.1.10 好 为了测试 TEL登录 我们把TEL做好 userprivageLevel15 这个PC1 就做了 然后PC2 G0-0-0 172.16.1.2 网关是10 这是一会儿我要在防火墙上起的 微蓝石的interface接口 微蓝interface接口的地址 OK 然后呢为了一些TEL的测试 好 这两个IP地址 我们拍好了 下面呢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看一下 怎么在防火墙上面把它给画到微蓝石里面去 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很简单吧 就画个微蓝 这是第一个设计 先中啊一会儿咱们再说啊 我们先到防火墙上去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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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接口 要用到的就是0-0 我们的10-0和10-1 这两口 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点它 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做的就是 首先要把它画到重里面去 现在呢我们先随便扔到一个重里面去 重必须要放进去 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 我觉得真的比较奇怪的东西 我做过很多的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那么那些厂商呢应该都会明确的去界定 这个区域 这个重 这个区域 到底是二层的区域 还是三层的区域 都有明确的界定的 二层的区域 只能调用到二层口 三层的区域 只能调用到三层口 这是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Palo Alto 比如说Juniper 比如说中国的三十网科 那么我见过的很多的墙 这个区域一定会有所谓的二层区域 和三层区域的说法 但是华为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特殊想法 而我认为它这种做法很不讲究 很有问题 但是它确实就不区分二层区域和三层区域 也就是说呢 很明显你看这个区域已经掉到三层口上了 但是其实呢 我还能把二层口也放到这个区域里面去 我觉得这种思路很奇怪 应该说很多厂商都有所谓的二层区域和三层区域的说法 但是今天呢我先随便扔一个区域 因为现在它的属于这个区域并不太重要 区域 然后呢 我们前段时间做的都是路由三层口 给它配一个例子 打IP例子 现在并不是这样了 现在我们要是交换接口 我们是access接口 我们要VLAN10 OK 听见吗 我们要给它画到VLAN10里面去 VLAN10 的区域要指 trust switch port access VLAN10 再来一个 我们 我们 我们两个呢先 都放到一个区域里面去 交换 access 也是10 相当于把这个G1-0-0和G1-0-1都给画到了这个VLAN10里面 它这个综合没有给 都画到了trust的这个区域 华为并不区分三层区域还是二层区域 所以说接口也画到这个三层口画到trust 这个二层口也能画到trust 这是一点让我很神奇的啊 然后呢 accessVLAN10 这个做完之后呢 由于是一个VLAN 一个网段 而且呢 还是一个区域 都是trust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试一下 pin 172.16.1.2 这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tell一下 172.16.1.2 也完全没有问题 说明一点 我们画的一个VLAN 当然可以通 一个网段当然可以通 我们在一个相同的区域也是随便通的 所以说呢 从网段上说通讯没有问题 从VLAN上说没有问题 然后从区域上说我们是一个区域的 当然没有问题 OK 好 这个咱们算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实验 然后咱们继续 可以测试一下 把接口不画入区域 其实有些厂商啊这个接口可以 二层接口其实可以不用画入区域的 二层口可以不用画入区域 有些厂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试试 这个能不能通 看不画入区域是完全通不了的 华为应该有这个特点 就是不画入区域肯定不行 一定要画到区域里面才能够用 好不画入区域不行 那现在这样 我们再创建两个新的区域 创建区域 Z1 区域1给个安全级别 安全级别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意义了 确定 再来一个Z2 我们来两个新的区域 我们把这个PCE放到Z1 我们把PC2放到Z2 110-0-0 这应该是接PC1的 我们来到Z1 110-0-1接PC2的 我们给它放到Z2 好 这个做完 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测一下 由于不同区域 那肯定是通不了的 不同区域 这也通不了的 那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区域 来做二层访问控制了 请注意这可是二层 可不是三层访问控制 我们是一个网段 一个微烂 但是位于不同的区域 我们可以做二层的访问控制 区域不仅可以做三层 微烂间 还可以做二层的访问控制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想让我们的PC1 能够TELPC2 但是PIN就不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做策略 那这样我们还是先做个对象 可能以后我们还会反复用 我们做个地址 我们来个PC1 地址是172.16.1.1-32 再来一个PC2 172.16.1.2-32 好然后呢我们来做策略 我们新建一个策略 Z1到Z2 TELT 原区域是Z1 目的区域是Z2 然后呢 服务是TELT 然后原地址呢 是PC1 目的地址呢 是PC2 OK Z1 Z2 这是区域 PC1 PC2 是IP地址 然后TELT 是服务 好 这个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TEL就可以了 OK 然后我们PIN 依然是不可以的 OK 然后呢 反过来PC2 要去PIN 172.16.1.1 这是不可以的 TEL当然也不可以 OK 好 如果说 当然我就不再演示这个了啊 如果说你想让 这个PC2能够访问PC1 那就做一个重二到重一的策略就可以了 所以呢 首先我们第一个小实验就做完 首先怎么把接口 放到 画到VLAN里面去 啊 这是一个 然后呢如果说把这些 相同VLAN的所有结果画到相同的重 那么就正常通了 你也可以画到不同的区域 然后来做 二层设备之间的 区域间的防控制 OK 这是一个 比较 简单的实验 可以理解吧 这是一个 二层防控制的 好 这个讲完了之后呢 咱们再介绍 继续往后面介绍 这个我们算做完 下面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TALK TALK TALK 我们把这个接口给它做TALK 我们来看一下啊 TALK呢 下面我来说一下我的设计 这是一个啊 紧接着呢我们来做TALK TALK 是这样的 紧接着我们要出现的是PC3 然后呢 这是PC3 这中间呢 起的是一个TALK 这是一个TALK 这个真讨厌的 老是死啊 PC3 PC4 这是一个TALK 这是一个TALK 然后呢 这是一个VLAN 这也是VLAN20 这也是VLAN20 OK 这是一个 好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去 首先我们把这个PC3的IP地址给配了 PC3 PC3 G0-0-0 IP地址是 下面是192.168.1.3 好同样的 指一条MOR网关 直到192.168.1.10 这一会儿呢 要通过这个 Interview的VLAN接口做VLAN接路由 甚至通过它来上网 都是后面的事儿了啊 然后呢 为了测试 把TALK的功能打开 这是一个 然后呢 PC4呢 我们也这么设 PC4 192.168.1.4 192.168.1.4 192.168.1.4 默网关 1.10 好 这PC也做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 看一下这个 做 TALK TALK 这样啊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命令行下面的 我们可以Display CurrentConfig Interface G1-0-0 这跟交换机配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它都区别 OK 好 这样的话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我们要做什么呢 下面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G1-0-2 1-0-2 1-0-2 交换 这个啊 我们还是放到Trust 然后交换 然后 TALK 然后呢 相当于是Trunk的Allow的微烂 那比如说 1 讲究点 20 就是这个Trunk 当然其实可以跑很多很多微烂了啊 我这呢 只跑1和20 1嘛算是这个所谓的Lative微烂 就是Default微烂ID 这是要过的 然后呢 这个链路呢 只跑一下 微烂20 你把那20送过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Trunk 很简单 交换Trunk OK 那这个呢 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检查一下防火墙上的配置 G1-0-3 刚才我瞧错地方 应该是G1-0-2 不是Trunk 他是AXS 他是20 然后G1-0-3 这才是Trunk 这个1-0-3 才是Trunk 这边 反而要用 都必须要画到区域里面才行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配置 1-0-3 1-0-3 1-0-3 OK Trunk 好 然后呢 1-0-2 是AXS 好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到交往机上去配 交往机上 然后微烂 我们要创建微烂20 然后呢 我们到G E E 0-0-2 0-0-2 0-0-2 是这接 接我们的PC4的 接PC4的 接PC4的 依然是 这个命令是一样的 Port 0-Type-Access Default微烂20 这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然后同样的 我们到 Interface E 0-0-1 Port 0-Type-Trunk 当然呢 你也可以学在这边一样的去敲一个这个 Trunk Allow 的微烂 OK E 它是默认的 好 这个时候基本上 Trunk 这边也做了 Axess Axess 也做了 好 这边是Trunk 这边Access 也做了 这是Trunk 这边Access 也做了 然后这两个又又都是Trunk Trust 这个时候呢 我们S是PC4 法文PC3 我们PIN192.118.1.3 OK 这OK 为啥呢 因为这个Trunk这个口 是Trust 这个Access 这口 也是Trust 所以Trust到Trust 这就是随便通的 OK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区域 这是另外一个区域 然后区域间法文控制 依然是可以做的 这也可以 Trunk 好 这个 OK 这Trunk咱们也介绍了 下面咱们要做的呢 就是 我再看我们的图 好 下面要介绍的呢 就是我们要介绍微蓝键路由了 呃 我们在微蓝时 起一个interface 微蓝来比地址 是172.16.1.10 然后呢 我们同样在防火墙上 起微蓝20的 interface 微蓝来比地址 192.168.1.10 啊 我们的PC1和PC2的网关都是172.161.10 我们的PC3和PC4的网关是192.168.1.10 这的话我们做微蓝间路由 我们做 微蓝间的基于区域的三层的保温控制 这就是一会我要目标 OK可以解吧 这个图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啊 要起interface微蓝了 起interface微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图形化界面 基本都可以做的啊 这个时候你要 新建一个接口 新建一个接口 那名字你就随便起一个微蓝时 它是一个微蓝接口 它的区域啊 这样我们要做另外两个区域了 我们要做 Z3 然后再做Z4 OK 这样我们继续 我们的接口这个地方 我们要新建一个接口 叫微蓝10的接口 叫微蓝10的接口 然后它是微蓝接口 它是 Z3 微蓝ID 是 10 微蓝ID 10 OK 然后这个就不用管了 确定 啊 IP地址要配 我把IP地址配了 IP地址是 172.16.1.10 斜杠而死 你看 你不用弄接口 它自动被放进来 确定 我们再看一下微蓝10 名字 微蓝接口 然后蓄力系统就相当于VF 然后呢 区域 微蓝 这是自己放过来的 IP地址 最好能够把PIN打开 便于能够被PIN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再来一个微蓝20的 微蓝20的 微蓝接口 这是Z4 然后呢 微蓝ID是20 这个不用放过来 192.168.1.10-24 然后可以PIN OK Interface 微蓝 Interface 微蓝 这个做好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就来做一些 策略 来测试一下 微蓝间的路由 这啊 我们怎么来测呢 我们微蓝间 我们就希望PC3 能够TELPC2 现在肯定PC3到PC2肯定通不了了啊 PC3 我们要PIN 172.16.1.2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OK TEL当然也不可以 这肯定也不可以 好 所以说呢 现在啊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做了 微蓝的接口 然后微蓝接口呢 也放到了相应的众里面去 给它配了一笔地址 这样的网关我们试试看 我们PIN一下我的网关 192.168.1.10 这网关是可以通的 PC2呢 我们也试一下 它的网关也可以可以通 172.16.1.10 好这没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 微蓝间路由 并且通过区域来做微蓝间的保温控制 好 首先呢 依然在对象那个地方 我们把 地址再添加一下 地址 PC3 192.168.1.1.32 PC4 192.168.1.2 32 不是 这应该是 4 PC3是3 OK这个做好 然后我们来做策略 现在呢 微蓝间路完全通了 我们可以把它通 我们 我们放一个 Z4 到Z3 3 Z4 Z4 是VLAN2 下面 Z3 上面 VLAN10 然后呢 PC3 到PC2 的Tile 从 Z4 从 Z4 Z3 原是 PC3 目的是PC PC2 然后 Tile Tile Z3 VLAN20 Z4 VLAN20 Z3 Z3 VLAN10 然后PC3 到PC2 Tile OK 感受一下Tile 感受一下Tile 感受一下172.16.1.2 这PIN不行啊 PIN不行 Tile 172.16.1.2 OK 搞定 PIN是不通的啊 VLAN间的防控制 同样的 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再允许一个 Z3 到Z4 PC1 到PC4 然后呢 我们就all Z3 到 Z4 然后 PC1 到PC4 好 这就不写了 直接OK 我们看一下 PC1 这个时候呢 他去PIN一下 192.168.1.4 这是OK的 但是PIN3 他就不可以 Tile Tile 是Tile 是没有问题的 192.168.1.4 这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这个实验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中和的 就是 首先 把接口画到AXS 然后呢 二层防控制 然后呢 做了Tronk 做了Tronk 的介绍 然后呢 起了Interface VLAN 然后做了VLAN间 VLAN间路由当然是可以的 它是三层设备 然后呢 然后呢 Interface VLAN 又被画到了不同的区域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区域之间呢 又做了三层的防控制 二层 可以通过它来做控制 三层 也可以通过它来做控制 当然呢 这个实验还没有完 一会儿呢 我还要介绍PPOE 拨号上去之后呢 这就很真实了 在工作当中 那么我们申请了ADSO 通过PPOE拨号 然后得到了一个地址 然后得到地址之后呢 我们把内部网络 PAT到这个地址 来访问互联网 然后呢 我们再做策略 把内部网络放到上网 然后再做一个PAT 转换到这个PPOE的地址 来访问互联网 OK 这个实验 到时还没有做完 但是 至少第一大部分就讲完了 就是这个二层访问控制 这个 其实还有一个实验没有做 那个实验更为复杂一些 那么就是这个 杂合口 Hybrid 那我们会再做专题 也会在系级别再进行介绍 OK 默认是 默认是干掉 你看 你可以看一下默认这个 就这个默认的 默认是禁止的 OK 默认是禁止的 默认这样的 我给你讲啊 默认围栏间 你就别想了 这个区域间 你就别想了 肯定是被干掉的 然后默认 Local 到Any 也是被干掉的 默认 Any到Local 也是被干掉的 默认 其实只有一个可以通 就是 区域内 区域内 是可以通的 但是有些厂商 例如三次网科 它区域内 其实也通不了 区域间 就没有一个厂商区域间默认是通的 就是区域间一定是被灭 这是一个 然后记住啊 还有区域内 区域内 华为是通的 但是有一些厂商区域内它都不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Local本地到其他区域 很多厂商这是可以通的 华为这个通不了 然后呢 还有其他区域到Local区域 华为这个也是通不了的 对 三次网科区域内是拒绝的 但是 很多厂商区域内其实是通的 三次网科确实是有点奇怪 它区域内确实是被拒绝的 这是对的 但是很多厂商区域内是通的 你看华为是通的 4K也是通的 很多都是通的 其实 反正这个在区域内这个处理上面 其实 但是 厂商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这个 自身到A里 其他区域 这个一般厂商都是通的 这个华为这个就是没有通 都还是有点小小的区别 但是 最经典的玉间就别想了 玉间呢肯定默认不通的 如果玉间默认不通的话 你买的这台路路器来的防火墙 你买的防火墙 防火墙就是 天生是爱通不了 你自己做做车也都能通 对吧 这才像是个防火墙嘛 OK 这是二层的介绍 好 下面呢 下面他是说的 微蓝说完了 就是WLAN 但是WLAN呢 华为的防火墙 能够支持 WLAN 就有WLAN的模块 可以提供那种 WLAN的服务 这个课呢 我觉得 8211 还是那句话啊 希望大家 下周 听我一周 听我一周 如果大家感兴趣无线的话啊 我这无线也算是现在非常重要的核心技术了吧 那么下周我会讲一周的无线 就讲各种各样的理论 然后会介绍 师科的无线产品的基本的 基本的 基本上师科所有无线产品的最基本的配置 就是大家做项目那肯定是可以搞得定的 WLAN 8211 啊 我们可以简单看看这个部分吧 我觉得简单说一下啊 就是基本组织部分 无线客户端 那就是我们的PC 有无线网卡的 好 然后呢 AP AP呢 又分为 胖AP和瘦AP 然后还有 无线的录录器 这个区分我觉得跟家用差不多 企业机没有这些 这种乱七八糟的说法 那我顺便说一下可能大家感兴趣的 因为其实明天我讲的会更细一些 我 不是明天应该是下周 我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介绍就是 瘦为P和胖AP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知道 如果做过无线的肯定知道啊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 瘦为P和胖AP的说法 简单提一下这个东西啊 只要是做企业级的 应该都有这个 这个东西 简单说一下 瘦为P和胖AP啊 你家用的AP 那就是这个玩儿 那就是你 它有IP地址 然后呢 你可以登上去 网管它的 这玩儿叫胖AP 有独立系统 可以独立网管 独立配置的 叫这玩儿 瘦为P是什么呢 家用吧 你的 你们家 除非超级别墅 我估计你们家 可能有四五个AP 胖AP呢 留个了逼了啊 你家里面不大可能有太多这种AP 所以胖AP呢 一个一个配可以 但在企业啊 或者说 无线的最经典的部署场景 比如说像机场 那三五行站楼啊 就是我学员去做的 他们差不多有 第一批有三千多的AP 后来好像大家的五千多个AP 这么多个AP 你想想如果说 咱们说是最简单的吧 你就五千多个AP 所有AP配IP地址 然后配一个登录网管 用户密码 这我估计你就配 配一个星期了 这不太科学 所以说呢 要怎么办呢 就需要无线控制器 WLAN的控制器 这样的话 这么回事啊 瘦AP自身是不能配置的 这种瘦AP 他只能什么呢 一开机 就DHCP给他AP地址 然后呢 不仅给他AP地址 而且告诉他控制器在哪儿 然后他就可以注射上去 几千个AP 全部注射到一个控制器上 然后呢 你在这个控制器上做相应的策略 然后呢 这几千个AP同时生效 比如说呢 那你不用再配这些AP了 就配个控制器 几千个AP全部生效了 你感觉就像是 这是一个大AP 然后呢 这是它的控制单元 然后这呢 它的每一个天线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玩意叫瘦AP 瘦AP是自己配不了 只能获取IP地址 然后注射到控制器 然后用控制器 然后用控制器可以配 OK 因为这些感觉都不像企业级的产品的介绍 难道我们讲华为 这是讲家用产品吗 是吧 应该简单说一下企业产品的一个介绍 家用都算是胖 家用可以理解的是胖AP OK 然后胖瘦AP之间可以刷 可以刷OS 来刷出来 可以刷到瘦AP 刷到胖AP 胖AP刷到瘦AP 但是基本上 家 咱们说 咱们不讲家用的 因为我在这上课 我还不可能说给你们讲家用AP怎么配 我们讲的企业级的 基本上都是瘦AP 很难说胖AP来做的 都是瘦AP 当然这可以刷 都可以互相来刷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认证 这个认证说的也是 这个PPT写的 我不知道谁写的 那我们说认证 咱们要来说认证 认证其实我认为有三种 至少有三种 一种是啥呢 一种是网页认证 当然也算是open 就是不加密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 PSK 预共享密钥 就是 预共享密钥 pre-share key share key 就是大家所谓的Wi-Fi 尼玛 就这玩儿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最经典的企业级主推的 802.1X 啊 这三个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三个 嗯 要学 我觉得学网络技术 其实配置都是次要的 关键就是你的设计 那么第一个 家用 如果说你家里面用无线 那 必然是用这个pre-share key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Wi-Fi密码 可以解释吧 给大家用的最多的了啊 大家上网我相信都应该用这个 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网页认证 这是比如说就是在 你到咖啡馆 比如说你星巴克 或者说你到机场 或者说你到这个铁路的后车厅 那这个时候呢 都会有这种open的 就是那种名文的没有加密的那种 SSID 啊 这个无线 你连上去之后呢 你随便访问任何一个网址 他就会给你做重定像 重定像之后呢 就会给你开一个网页 然后这个网页呢 当然有些是输用户密码的 有些呢 说你就输手机吧 你把手机输了 让他会发一个一次性密码给你 然后你输这个一次性密码就认证过了 这个网页认证呢 主要是那种开放式网络 开放式网络 比如说像咖啡馆啊 这个机场之类的 运用小必要呢是家用解决方案 然后DOTX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级解决方案 企业级 DOTX呢 那这个相当复杂了啊 我们有最简单的就是用户名密码 这是最简单的了 啊 然后再复杂一些呢 有什么 这个证书 证书 认证啊 证书和签名认证 其实有很多种 但是在企业内部主要是做 802EX 这是最安全的 啊 这个网页认证 基本上就谈不上太多安全性 因为是公有的网络我们也不必保护这些人的安全性 然后呢 预共享必要呢 其实有些黑客工具是可以拆密码的 啊 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DOTX是安全的 啊 特别是这种证书类型的 是安全的 是没有什么技术能够有效的破解它的 这是8.2EX 三个企业级家用和开放式网络 这是重点的三种认证方式 这个微信和 对 那是那是现在中国人开发出来的新兴的东西啊 反而我们讲 企业极网 基本上 比如说我们 我最近也讲无限 C3IE 时刻的无限 啊 我们也在做 比如说我们上课主要就讲网页 用想要我们都不讲 用想要家用方我们不讲 我们要讲网页 我们要讲客户服务 我们要讲DOTX 重点就是DOTX DOTX 企业级方案 这是最安全的 好 然后加密呢 我们来看一下加密有 WEP 加密的技术 我再给你简单 写一下 加密的技术呢 又分为 最老破的那个WEP 这个这个枪目标用 这个是有严重隐患的 这是可以直接破解密码的 请注意猜密码跟破解密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破解密码就是说我我一会就给破解了 拆密码的就说我要有字典 如果说你的密码在我的字典里面 你也我能拆得出来 啊这是完全可以被破解的 这是极其不安全的 啊他的加密算法是 这是一个技术 这是安全技术的算法用rc4 然后后来呢又出了WPA WPA其实也并不安全 他用的是rc4的一个变种技术 叫TKIP 这是一个 然后紧接着呢 真正安全呢是WPA2 WPA2呢是AES的 OK其实真正安全的WPA2 AES加密这算是安全的东西 这是加密技术啊 刚才呢给DOTX这个认证技术 这是加密技术 大家要注意其实最安全的 全程加密 而且增强认证 还得要8.2AX 其他的一些安全性都是肯定有问题的 好这简单的概念啊 当然呢有些厂商的防火墙 例如你可以看到华为又有 那就可以去 防火墙上就有一个无限的模块 然后呢可以实现客户的接入 我给他这么讲吧 思科是一定不会有的 啊为啥呢 思科是整体方案 思科有专门的 很全面的无线产品线啊 所以说呢他说你 我就不会在防火墙上 类件这种东西 那你一定要买我们的无线产品才行 那么但是呢 其实华为我觉得也不应该有啊 但是他华为 他什么都可以有 这个说呢他就可以在上面插无线模块 然后来接入客户 当然这也是和一些很小的企业来使用的 大型企业也不是这个方案 很多一些安全的厂商 小厂商 基本上会有这种设计 大厂商 像思科是不会有这种设计的 别想有模块 肯定是你要买我的专门的 AP的协议产品才行 好 WLAN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 好下面呢 那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广域网 广域网 广域网这些技术 基本上现在都不存在了 什么窜口啊 窜口啊 其实也就是真宗剂之类的 窜口 还有什么E1 T1 这些东西早就已经过时了 我跟你这么讲吧 现在所谓的这种广域网技术 就这些 所谓的这种广域网技术 现在就被什么替代了呢 这些什么E1T1 什么真宗剂 早就没有了啊 那么现在被 被什么替换了呢 两个微频 一个呢 如果说 你觉得 咱们公司有钱 咱们公司就趁钱 有钱 我要好质量 质量特别好 就是效果 语音这些视频 特别好的效果 我就有钱 我 我就要拉专线 就是所谓的 以前叫拉专线 以前这些专线 就是什么E1T1T1T1 创口 现在的专线 其实就是所谓的 MPS VPN 运营商级的CCE 就要讲这玩儿 OK 好 这是一个 牛逼你有钱 你要效果好 你就买它 这玩儿就是现在所谓的专线 现在你说你还要拉真宗剂1T1T1的 我估计现在没有人给你提供那种服务了 很少有了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要节约钱 没这么多钱 我的客户有特别多 比如说我们 N多分部 要联网 我也不可能说 我也没那么多钱了 每个都去租MPS VPN太贵了 这就是安全 A1要讲的 IP-Sale VPN OK 好 当然SVPN跟这个没有关系 跟传统的V 跟One没有关系 没有A网 传统的One 广域网 现在无非就是俩VPN 一个有钱 任性型 MPS VPN 这其实也就是算现在所谓的专线吧 还有一个 就是 IP-Sale VPN 安全的VPN OK 现在什么广域网那些技术 基本上也就不存在了 但有些人 会比较无聊的来比较一下 说 我想问你一下 MPS VPN好呢 还是IP-Sale VPN好呢 在玩 他就没法比 为啥呢 上面叫专线 一个月花了一个好几万 对吧 然后呢 IP-Sale VPN 你用互联网面路 上网面路 你一个月也就一两百 你非要把好几万跟好几百买的东西 回来 非要说比谁好 这玩意怎么比嘛 对吧 你就说你买一辆奔驰 你花一个一百万的 你花个两万块钱买个二十澳拓 你这玩意这个 这价格差这么大 你说怎么比 所以说这个没法比 你不要说MP-VPN和IP-Sale VPN谁用 好 你有钱任性 你就要好效果 好 那就MP-VPN 对吧 你觉得 我哪有这么多钱 我们公司这个 点那么多 全部做MP-VPN 这太奢侈了 这个不套博 那我们还省钱 IP-Sale 好 当然IP-Sale VPN还有MP-VPN比不到的东西 就是MP-VPN的话 你买的时候都需要 买一个云银商的 这个你统一全国买电信的 统一全国买网通的 哎 这个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在北 在中国这种 很奇葩的网络里面 有些大楼 就已经被某一个运营商走包了 在中国 不是说你想 接了一个运营商 就能接了一个运营商的 那这个时候 所以说MP-VPN有事就用不了 就是 就是你这种楼 就租不了电信的 但是另外一个公司呢 就租了电信的 这个可能MP-VPN就做不了 跨国就更做不了了 就是说 跨国 那基本上MP-VPN也没有信 IP-SAC-VPN就没有这些 讲究 只要有人上网 只要你有一个Global IP地址 那这个VPN就可以见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 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国外 IP-SAC-VPN都能见 IP-SAC-VPN更灵活 更省钱 它的一个特点 当然效果肯定不是那么好 肯定 特别是在大中华局域网 这个网络 这个特别不靠谱的情况下 用起来确实不爽 但如果说 我们的网络是像 韩国那样的 超高速百兆网络 那我觉得IP-SAC-VPN就太棒了 那MP-VPN就彻底不用要了 OK 但在中国呢 那确实IP-SAC-VPN有时候这个效果不大好 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就需要 MP-VPN内似的专线 这其实就是现在的广域网 这不存在什么 一万七万那些东西 其实已经不大存在的产品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也咱们也不要聊这些 这些老技术了 ADSO呢 倒是有可能 你申请一个ADSO链路 然后关键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ADSO 我们要配置这个PPoE 我给大家来配一下这个PPoE 相应的东西 PPoE 好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图 好下面我们要做的实验呢 就是 配置PPoE 然后得到一个地址 让内部用户上网 当然 我这个网呢 是一个模拟的互联网 就是这个网关录物器 最深厚的这个地址 就它 好下面呢 我们这样我们先把这个 PPoE的服务器 就是这个录入器 那当然这个其实应该是运营商务 也提供的 我们可以来配一下 这是客户端 这是客户端 我们来先配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的配置 这给各位 对 两个例子已经做了 202.100.1.254 202.100.1.254 就是这个 明白了 然后 61.1.1.2.254 这模拟的是互联网 是一个还回口 这个也已经做了 好下面呢 我们就要在这个设备上 把一个PPoE的server做好 模拟运营商 ADSO不就是PPoE认证吗 我们模拟一下 运营商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这个地址呢 我们已经敲了 然后下面呢 叫敲一个pool 因为运营商嘛 就是你要上网 你做ADSO 一个PPoE拨号之后 那你通过的时候 不就会推一个互联网地址吗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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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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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Mask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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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就是运营商的那个 给你推的一个地址词 当然这是一个 global地址的地址词 你得到了这个地址词里面的global地址 就能够上网了 这是地址词 然后呢做完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虚模版 虚模版 那么这个概念其实 大有差不多 什么叫虚模版呢 就是 每一个客户波上 请说客户有很多 每一个客户波上来都会产生一个 虚理的接口 来连接这个客户 有100个客户100个接口 1000个客户1000个接口 在这个时候呢 那我不可能做 手敲1000个接口吧 所以呢我们直接敲一个模版 产生那个蓄理接口 会从这个模版 客户配置来产生这些 蓄理接口 所以这叫做虚模版 OK 然后呢 PP 认证模式 我们敲 chap 当然其实PPoE 很多情况下可能是pep 在工作中可能会 会要稍微多一些 好 remoteaddress PPo 给它推 这个PPo的地址 刚才PPo叫PPoE OK 然后呢 IPaddress IPaddress 你最好 你不但需要去配IP地址 你借一个接口的地址就可以 借一个有IP地址的啊 比如说 G0-0-0 G0-0-0 借一个IP地址就可以啊 不太需要一定要配IP地址 好 然后呢 就可以 在你的 外部接口 让客户拨号的接口敲 PPoE Client 绑定 Server Server 或者Server 绑定虚模版 1 就是来 拨号上一个客户 产生一个虚体接口 通过这个虚模版产生虚体接口 好 然后呢 创建皇后一口模拟互远网 这个我开始敲了 然后起AAA 然后创建Local User 名字就叫做 User 这用户名 随便敲的 Password 然后 随便敲一个密码啊 挑一个密码 然后呢 指令这个用户 为PPP 这个服务 OK 然后好了 这个是重复的 这就是服务器的配置 服务器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来做客户端的配置 我们在防火墙上 这个图形化界面 点起来确实不方便 这是我们用密码来敲 我们开始来敲啊 下面呢 我们要敲一个Dainer 拨号 然后呢 我们 Link Protocol PPP 然后PPP chap 用户 用名叫 User PPP chap password IP地址 我们协商 也就是说你推给我 好 Dainer的用户 用这个用户 拨号 Dainer 绑定 1 那这就一会儿 把它绑到这个 绑到物理口上 这是1 这也是1 一会儿就绑到物理口上去了 好 好 创建了一个口 一定要把这个口 画到 Zone untrust Aid Interface Dainer 然后呢 到物理口 物理口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物理口 G1-0-4 物理口 好 好 敲 PPPoE Client Dainer 1 这个1 跟这个1 做一个绑定关系 把这个蓄力口绑定到物理口 OK Display IP interface brief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已经播上去了 已经得到了这个地址了 OK 不好成功 得到了地址 得到了地址 紧追这个地址 它是绑到这个物理口的 就绑到这个物理口的 OK 这是我们的客户端的PPoE 的Dainer的配置 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下面我们要做的操作就是 做一个LAT 这个做完之后应该要敲一条路由 要做一个MORE 要做一个MORE网关 Dainer0 这是MORE的路由 MORE 从这个Dainer口去答 OK 这个路由也做了之后下面呢 我们就要这个路由做了啊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要做一个LAT LAT Policy RULE LAM Internet 然后呢 出接口是Dainer口呢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 EVIP就是做PAT 就只要从这个接口出 我们就PAT 转换到这个接口 所对应的一个地址上 好 这个PAT 咱们也做了 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策略 策略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在图形化界面做的 做一个策略 做一个策略 新建一个策略 叫做Internet Policy 目的重视UnTrust 只要从这个重出去 那就允许了 目的重视UnTrust 就OK 然后又做了 转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 测试一下 我们找PC1试试看吧 我们TEL一下 61.1.2.254 61.1.2.254 OK 搞定 Display users 我们看 我们已经转换到拨号的61.1.1.254 这个地址上去了 OK 然后在防火墙上 我们也可以 Display 这个是Burl 这是Burl 这是原 然后转换到Dynar口的61.1.1.254 这个地址 我们Display IP Interface IP Interface Brave Dynar口 PVoE 拨号口 OK 请注意啊 首先我们是做了一些PVoE的相应的一些配置 不管这是防火墙 然后 这是防火墙 然后呢 这是Server 这个配完之后呢 这个配完之后呢 要做路由 要做LAT 然后要做这个策略的放过 OK 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为啥的命令行敲呢 因为这个虚拟机有个毛病 这个虚拟机吧 它看不到那个Dynar口 所以在图形化界面里面 没法对Dynar口做什么样的操作 在命令行里边呢 才能够配Dynar口 然后 再为路由指导Dynar口 然后出接口做Dynar口 所以说前面那些呢 老师啊 命令行 我们来敲的 因为图形化界面 我这个虚拟机的至少 看不到Dynar口的 OK 整体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全的实验啊 内部有二层控制 有围栏监控制 然后有PPOE 有PAT 让内部用户上网 OK 这个实验我觉得 我们是认真设计了的 这个基本上能够该演示都做完了 好 这个配置呢 大家可以再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 防火墙的配置 防火墙的 协议用户 密码 地址协商 拨号用户 绑定到物理口 然后加到 untrust zone 这个防火墙 然后服务器 Pool 虚模版 认证方式 推送地址词 借一个地址 然后绑到物理口 然后创建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做完之后 记得 防火墙回来要做PAT 要做路由 要做策略放过 基本上也就可以了 策略放过 OK 这就差不多 好 那么这个 当然最后一个呢 我们简直说一下 就是现在还有 那些防火墙 特别是炉武器 都支持 3G或者4G的这种连接方式 就是如果说物理链路挂了 那么他们还可以通过3G或者4G链路的方式进行备份 这也是可以支持的 OK 需要特殊的一个模块 插上3G和4G的卡 依然可以帮你做相应的备份 OK 好 那么 这个部分咱们就讲完 我们休息十分钟回来 介绍VPN的部分 我们要为VPN开个头 要做一些